什么叫使得了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你能很好的支配它 叫使得了 而不是说在你准备充足 或者比较舒服的情况下 你能打出各种技术 那不算 都可以 我又妈使不了 你告诉我 我会使吗 我不会使 我会使吗 我不会使 杀手重吗 重 用吗 不用 为什么 使不了 我觉得雷霆一百 跟你驾驭他 跟你是什么那个 什么水平没有关系 跟你打法有关系 跟你单双打有关系 你说你打 双打的 中前场抢功的 你说你用这个拍 那不合适 雷霆一百 像这种拍子 它对口就是两种人 第一种呢 是你只会 轮大臂打的人 会使这个拍子好使 第二种人呢 就是 专业能力特别强 不是说你能杀动 它就代表能打动 哎 续子 跟我拿支雷霆一百来 鼻子砸了 这你都能看到 我才不把美颜 都开得这么高了 你都能看到 上火了 哎 这些30多 长青春痘的 你说这 反正大夫说 这个应该不是青春机了 你这大夫说可能属于是回光反照啊 哈哈 可能是回光反照 我告诉你 我使这个拍 无论打任何技术 我都可以说一如反掌 来比如过度 比如过度 多痛 这拍打的 那借力太容易了 哎呦 sorry 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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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了 啊 对我有点尊重了 已经 压不住点 还得适应一下这个点 那太好使了 一路反掌 来闪动啥 我闪都可以 我有妈使不了 你告诉我 我会使吗 我不会使 我会使 我不会使 杀球重吗 重 用吗 不用 为什么 使不了 你们还要打什么 假动作 花活 快出手 手指发力 闪动发力 这泡我都随便驾驭的 不是你能用这些东西 就 哎呦 我的 我都随便驻 对不对 你能拿他来干任何事情 也不代表你能使他 只能说我如果一直在后场打的话 可以 但是考虑到中前场的问题 他应对的极限速度 摆脱 挥速 都会变差 因为我拿这个拍 我驾驭他 能在那种特别快的 光光光这种回合里 我还能每拍 把他打出形变就难 你准备好了 当然可以 就是我拿他 打不了更高级的角 我可以拿他去虐踩 但是我拿他 打不了更高级的角 不是这拍不行 是我不行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我对手一快 我跟不上 所以我把这个拍 就带给老陈史 他200多斤 他劲儿大 他能用专业队退役的 你就想一想吧 中国国家队男队 全队基本上都用四游 国家队的女队 都是用五游 世界上所有的都是如此 那我说过职业 咱们业余求有 如果水平真的够高 发力技巧够好的话 那你们的这个发力 大约就是能接近 职业女选手 才合力 那就是五游啊 按理说四游 你说你能用 我都不接受 为什么 就跟我说这一样 我原 比如说这个拍了 我原来用的 货真价实的三游二姐夫 什么的 我也没觉得我使不了 我小时候练球的时候 用的拍更沉 那铁杆木头拍都一百多克 我也没觉得沉啊 当然你拿个拍 哎呦 这拍轻 你只考虑进攻的话 这就就很好 可以 但是你要说打打高级角的话 这真跟不上 跟不上 除非你的专业力量足够大 你比如 你要说我让我拿雷腾一百 拿餐个拍拍 那个太舒服 你让我拿他轮大臂 那太得了 你看我拿这拍轮大臂啊 我先活动 活动肩 别轮大臂 把肩袖给我伸了 轴位的活动 让我轮大臂啊 你随便一轮的出街这么多 你当然觉得好用了 那不代表你使得了 什么叫使得了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你能很好的支配它 叫使得了 而不是说 在你准备充足 或者比较舒服的情况下 你能打出各种技术 那不算